英超第三十三轮展开争夺 热士主场迎战曼联 最终热士2比2曼联 积分榜方面 热士G514分深刺第五 曼联G60分轮居第四 第七分钟 拉什福德中路连续摆脱后斜船左路上脚 后者禁区内恒待一步晃出空间直接起脚 提球直入远端网窝 曼联1比0领先 第四十四分钟 必费送出精准长船 拉什福德得球后突破到禁区 直接打门囚禁 热士0比2曼联 第五十七分钟 佩里希奇左路船中 门前凯恩赢球直接打被封堵 外围波罗德球精彩外脚被弹射得手 热士颁回忆球1比2曼联 第八十分钟 孙凯连线再次上演 凯恩精准横船 孙新敏跟靖青松推射得手 热士连锥两球2比2班平比分 两队在英超有61次交锋 曼联39胜12平10负占据绝对优势 其中曼联做客的30场曼联15胜9平6负 两队近40赢超交锋都是曼联赢球 而且曼联单场至少打入两球 日式上一场1比6 残败给纽卡斯了后再度换帅 新年队主教练梅森成为临时主教练 本场阵型同之前的教练一样 只是用人上微调 凯恩、孙新敏和理查利森组成进攻三叉戟 曼联瓦拉内、马丁内斯和马奎尔继续缺席 中卫继续用林德洛夫和卢克而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